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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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离开城楼上 皇上给你送行呢 吴皇 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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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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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禀万岁 十一阿哥中毒了 好 中的什么毒 启禀皇上 十一阿哥中的是洛艳沙的毒 洛艳沙 此为剧毒 幸亏在太医院 太医及时救治 如要延误片刻 那 洛艳沙 用急就是被洛艳沙毒死的 不对吧 就一个火锅 要是有人下毒 我也该中毒 我怎么没事 我正要问你呢 你怎么没事 会不会在酒里下了毒啊 酒也是同意谈的 我也喝了 那为什么偏偏永心中了毒 而你没中 你说呀 这我怎么知道 酒碗呢 你这毒手 傻碰我儿子 他也太欺负人了 你说什么 他说 他说是一个好可怜 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启禀皇上 十五阿哥的酒碗没毒 十一阿哥的酒碗咽出了洛艳沙 这么说 酒没毒 碗有毒 是 永远 酒碗是谁拿的 酒碗是我拿的 我就知道是你拿的 你根本没按好心 江姑娘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花椒 花椒绝不可能下毒 酒碗是他拿的 你没中毒 而永心中了毒 那你说 这毒到底是谁下的 你说呀 我怎么知道 你 皇上 皇上 你要为我们永心做主啊 皇上 花椒 碗是谁洗的 谁放的 碗是我拿的 也是我放的 中间没有人经手吗 没有 一整天都没有人到过药房 你看 他已经承认了 没有人来药房 碗是他拿的 毒也是他下的 你不要续口分人 花椒没有下毒 你 是 是 是 我们永心还没死呢 他就这么嚣张 好像已经当上了太子 皇上 您可要睁大眼睛看清楚啊 好了 好了 此时非同小可 朕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还查什么 下毒之人 主谋之人 不都在这儿呢吗 你 你想怎么样 你想怎么样 花妈 花椒不会下毒 还要用脑子担保 你的脑子是用来思考的 不是用来担保的 花妈 来人 这儿 把花椒有天狼后审 这儿 不 花妈 是花哥 花椒 我没有下毒 花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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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乱扎人 花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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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她是坐天牢 而不是去别的地方 皇神让她去坐天牢 是想保护她呀 娃娃是被家贵被逼的 她就是怕女人 不是 天牢戒备森严 任何人进不去 她在里面最安全 永远 永远啊 你要想救花椒 一定要忍耐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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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啊 救我阿哥 花椒 花椒 永远 花椒 永远 奇怪啊 是我阿哥不像是会下毒的人 花椒也不会 这毒到底谁下的 嗨 还有谁啊 十一阿哥 你说他自己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哎呦 这种招连我都想得出来 不过呀 就是不敢去做罢了 可是他居然就做了 他这是拿自己的一条命去捕啊 这太子 一定是他的 夫人 夫人怎么肯定 这种年轻人 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不要说十五阿哥不是他的对手 就连你 也不是他的对手 听你这么一说 我都有点怕他了 老爷 老爷 夫人 客人都等着呢 我去一下 我自己看 先看走 干得好啊 这 每位大人都来了 何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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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十一阿哥中毒 会不会给这太子之争 增添什么变数啊 是啊 范大人 您有何高见 一下官之见 还是听何大人的 还是听何大人的 依我看嘛 皇室的心呢 原本是向着十五阿哥的 啊 不过十一阿哥中毒了呢 皇室的心呢 又偏过十一阿哥这边 哦 可是自古呢 这个圣意难测呀 更何况当今万岁 是一等一的聪明人 不到最后一刻 这太子究竟属谁 还很难说呀 这 何大人 我们的柴货 都填进了十一阿哥的灶台里去了 是啊 那这再加上一把火吗 越听何大人呲叫 对对对 听何大人呲叫 这样 原来一早啊 嗯 你们再参夺一些大臣 一块进宫 替十一阿哥祈福 祈福 祈福 这 华山进宫一看啊 哎呦 原来有这么多大臣拥戴十一阿哥呀 那皇上在选谁做太子的时候 自然就加上了几位大人的分量啊 哎呀 真是高 真高啊 行吧 行吧 啊 咱们 呃 十一阿哥这个灶里 加上一把火 烧得旺旺的 那今后 你我的锅里 都有得吃啊 对啊 好 对啊 太高 有点好 幸好 对 舅舅 西哥怎么可能自己读自己呢 福康安这个案子 十一阿哥在了大跟头 虽然皇上没有追究他 可他自己明白 我们的十五阿哥 远远超过了他呀 所以他一时想不开 就自杀了 想不开 他才想得开呢 这是反败为胜的高招啊 你想想 房内只有三个人 这毒一下 花椒手当其冲啊 花椒祸罪 十阿哥我问你 你逃脱得了干系吗 这一来 他不又占了上风了吗 哎呀 西哥中的是洛眼上 你应该知道 这洛眼下半个时辰 就毒发身亡了 所以他才选择在太医院呢 永兴在太医院中毒 即刻就会有人救治 用不了半个时辰 虽说洛眼沙是剧毒 可他心里肚定得很 老天明啊 我得把这事告诉皇上去 妹妹 你不能去 哎呀 我不能就这样饶如十一阿哥呀 我们只能说说 没有任何真凭实据啊 我 那怎么办呢 眼下只能掩其息骨 静观其变吧 那花椒呢 花蛤马把花椒打入天牢 救救你得想办法救他 花椒现在是颗毒花椒 碰都不能碰 你更不能出面为他求情 对对对对 金家是一口咬定 是你指使花椒下了毒 他现在正在皇上那儿哭哭啼啼的呢 你现在去替花椒求情 那就是跳进黄河 都洗不清了吗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要是不救花椒 花椒就死定了 永远 永远 好几天了 满朝文物川流不息 全来打听两位阿哥的事 刚送到最后一包客人 眼睛都没合一下 又得上朝了 首席金鸡大臣 哪有那么好当的呀 我问你 那些拥戴十五阿哥的大臣夫人们 你是怎么打扶他们走的 我让他们回去 鼓励自己的丈夫尚书 尚书 尚书给十五阿哥平功摆好 你这不等于帮了十五阿哥一把吗 皇上看了他们上的书 兴许会动心的 你真是的 动心 动什么心啊 动猜忌之心 这话怎么讲 皇子都开始拉帮结派了 这是皇上最忌讳的 你想想 他们上书 不就等于帮大王吗 糟了呀 怎么了 你让那些大臣们也上书了 乐的不是 我是让他们 我必须马上进宫 快快 我得走 我走了 老爷 皇上 罗塞奉赵建架 外边那帮大臣在干什么呢 灰皇上 他们在为十一阿哥祈福啊 祈福 他们得知十一阿哥不幸中毒 十分的关切 就一同前来 请求神灵保佑十一阿哥早日康复 哦 就那么简单 另外 他们对于 毒 毒 毒 杀十一阿哥的凶手 是恨之入骨 并且支持皇上 追查主谋之人 并且将他绳之以法 嗯 哼哼 怕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用意吧 毒 毒 杀皇子实在是罪大恶极 大臣们自然是义愤天鹰啊 哼哼 哎呀 那有件事儿甚就不明白了 前些日子 十阿哥众独身亡 怎么不见这帮大臣前来声讨呢 因为十阿哥没有希望当上太子 福康安更不可能染指 所以 诸位大人也就不关心了 这是一针见血啊皇上 十一阿哥 是当太子最有力的竞争场 关系到诸位大人的利益 所以 大伙全都忙活起来 也许 不过 哼 追查主谋之人 谁 是不是指十五阿哥呀 郑多子真的不知道啊 哼哼 借这个案子 把十五阿哥打下去 那太子就非十一阿哥莫属了 到时候这帮人都是拥戴有功 哎呀呀 不得了啊 哼哼 皇上这是圣灵啊 莫属怎么从来没往这边想啊 何月清 你现在到外面去 把这帮人的名字都给朕记下来 记下来 树莫属于顿 皇上的意思是 把他们先发配到边疆去 要是他们的命大 命长的话 能看到朕 善位的那一天 皇上 还不快去 快起来 快起来 起来 我告诉你们皇上真弄乱 那我就发配变强 还不会吧 什么 真的 十几位大臣都来上书了 上什么书啊 为永远平宫改好啊 是不是你找的人啊 我没有啊 我还以为是你找的呢 我能办这样的蠢事吗 那就是 人家自言自发的 好 等以后啊 我们永远当上太子 当上皇上 要好好地提拔提拔他们 你别在这做梦了 那边一帮大臣为永远祈福 遭到了皇上的痛斥 说他们在结党营私啊 要是皇上知道这边 又有大臣为永远说话 那皇上 你这不是害永远吗 哎呀 那 我怎么知道会这样啊 现在那帮大臣在什么地方 呃 养心殿 我把他们拦住 和神的动作真快呀 妹妹 你想办法拖住皇上 看我的 好 他们有多少人呢 十几个 好 都是为永远的说好话的 是吧 这帮大臣 这帮大臣怎么了 不关心朝政 倒关心甲阁来 在哪呢 就在养心殿 在养心殿 好 咱们现在就过去 给他们每个人 辩官三级 不好了 出事了 皇上 不好了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贵贵妃 你咬藏鸟啊 啊 这 去 走走走走走 哎呀 再喊 娘娘 她不能死了 娘娘 你可不能 大点声 再喊 娘娘 娘 你可不可以 这什么 这什么 这怎么了 这是 这怎么了 你不去死吧 好想 我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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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去死吧 来来来来 到底怎么了 你这这些说呀 她就是那个贵贵 贵贵 贵贵怎么了 她一拿走跑 回来跑 她说是由眼下的毒 我 我忍不想 她这口气 我 我就想一死命之 好了 她是胡闹 她是胡闹 好了 好了 朕不相信永远会干这种事 她是皇上 离开永远 好好 好好 别哭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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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这位大人 又忙口起来了 为谁 是啊 皇上问你们 回皇上 为太后 为太后 太后 圣诞将至 臣等恭请圣上 为太后举行隆重庆典 祝爱卫 是为了这事 没别的事 没有 臣等专为此事面圣 好 那店内商议 何大人似乎有些失望 原来就老还在此 我说这帮糊涂蛋 怎么一下子变聪明起来了 十五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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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能牧 叫你让 十五爷 不准手 十五爷 十五爷 你们这是干什么 那今天我有点事 没空陪各位喝酒了 十五爷请恕罪 皇上有旨 今日宫门封闭 任何人不得出入 这个皇上圣旨呢 又不是止我 你说 这个道理应该懂 皇上特别指明 严禁十五阿哥出宫 什么 皇上说了 十一爷中毒一案 十五爷涉嫌重大 不得理我 如果是这样 不为了你 朔本来 齐山将军 跟你商量一点事件 只要不出宫 听凭十五阿哥拆解 啊 我想 跟你借一样东西 十五阿哥尽管吩咐 听说你的剑好 借我看一下 这只是一把普通的剑 是吗 请施瓦阿哥过目 施瓦阿哥 照亮马车 跟我出宫 这 你不能抗旨啊 我抗旨 最多不做阿哥 你要是不听话 这脑袋 现在就得搬家 这 让人给我备马 不是 是不是 快 马 马 让所有人都进去 把门关起来 关门 快点 驾 驾 驾 启离皇上 是瓦阿哥挟持西山将军 闯出宫门 他逃了 他为自己潜逃了 行了 永远不是那种 没有担当的人 你就是护着他 他要是没做亏心事 为什么要挟持人质 潜逃呢 那毒一定是他吓的 事情还没搞清楚 你急什么吗 皇上 您就是总是偏袒 那个永远 难道永兴 不是您的亲儿子吗 好了 放人 那才是 这件事 交给你去办吧 这 干什么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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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干什么 我要见不开 让福克安 让福克安 让福克安来接我 福克安 住手 本时瓦阿哥 福克安 你总算出现 十瓦阿哥 你是专程来为我复刑的吧 送什么刑 花椒出事了 启禀皇上 启禅将军见见 叫他见福克安 他进来 吉尘 扣家万岁 讲 十瓦阿哥呢 回皇上的话 十瓦阿哥挟持末将 闯出京城 抢了末将的马 自个儿朝西去了 你推下 这 您听见了没有 十瓦阿哥不但逃出了宫 还逃出了京城 您还替他包庇吗 要不是他下的毒 他为什么要逃呢 请皇上立即下旨 通缉十瓦阿哥 你呀你呀 你可真是相间和太极 是谁相间和太极呀 你 你看看永兴 你问问您自己 您对永兴如何 您对永远又如何 一碗水都端不平 你如何做人父亲 什么叫一碗水端平 难道立刻杀了永远 就叫一碗水端平了吧 我可不是 麻不讲理的人 那这案子 皇上打算怎么审呢 朕亲自预审 可以了吧 我怕的就是这个 什么 你 你难道还怀疑 这么不公平吗 永远他娘 一哭二闹的 皇上就心软了 到时候 再活活悉泥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那我们永兴 就太冤了 皇上 这件案子 已经不是单纯的家务事了 要交给刑部 大理寺 督察院 让他们光明正大的审 好 传阵之意 此案交由三法司 共同会审 何大人 师傅阿哥 就是从这逃走的 逃跑 你太不了解 师傅阿哥了 他这个人 宁可掉脑袋 也不会逃跑的呀 真的 何大人 师傅爷就是在这儿 把我踢倒逃出城的 真笨 他是去找福康安了 找福康安 是啊 他和花椒救了福康安一命 现在出了事 他就是去找福康安 让他回来救花椒 何大人 果真如此 你不信 我看 时刻也差不多了 你等着瞧吧 好 你是说福康安 会去救花椒 用其命案 多亏了花椒会变戏法 要不然福康安 就是跳进黄河 也洗过心了 福康安是性情中人 他知道花椒落难 必定会来救他 永远这孩子倒挺聪明的 哎呀 聪明什么呀 这是最笨的一招 什么 你说笨 福康安要是包青天 能回来帮他破案 当然好 可福康安是个武将 只会带兵打仗 他回来 能有什么用啊 哎呀 多一个人帮忙总是好的 再说了 皇上那么喜欢福康安 他们俩人一样 都是有用无谋 凑在一起只会把事情搞砸 真笨 你倒是聪明 我怎么没见你有什么好招呢 我当然有招了 你不是说 此案天衣无缝 无法破解吗 不错 此案确实是天衣无缝 但并非无法可解 现在看来 只能丢足宝具 丢足宝具 宝珠永远 牺牲花椒 下毒的罪名 让花椒承担起来 这倒是个好招 可是花椒有这么笨呢 要杀头的呀 一个江湖女子 她对永远有那么实情 只要我们略失功夫 她必会就范 那你还在这磨蹭什么 还不快去呀 哎呀 我不是进不了天牢吗 要不然会在这磨磨蹭蹭的 皇上下旨 任何人不准进天牢 我怎么能进天牢呢 相信天牢 你早说呀 你有办法 你看看 这是什么 皇上赐的金牌 你忘了宫中 只有我和家贵妃两个人有 哎呀 这真是天助佛爷 天助永远也 是谁把城门关下来了 开门门 是我阿格在死 何大人 真让您给说着了 是我阿格真的把福康 给你找回来了 你说怎么办呢 不得开城 啊 这 这一位是皇子 一位是大将军 要是我不开城 万一皇上怪罪下来 这 正是皇上下的旨 禁止使我阿格出宫地 现在 他不但出了宫 还出了城 明白着 这就是抗制欺君嘛 你要放他进城 是想帮他 掩饰罪行 这末将哪敢呢 那你该知道 如何办了吧 末将知道了 喂 现在到底怎么样 你开不开门呢 不得开城 你说什么的你 你找死啊 开门 我看你能怎么样 别喊了 操我的 放箭 放箭 住手 不开 小心 不开门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还来 这帮东宰子 有机会再收拾你们 咱们先走 好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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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下去吧 是 周老爷 是压着他 他 你放心 他得救了 周老爷 我真的没有下毒 我知道 十五阿哥也知道 无缘无故 你怎么会毒害十一阿哥呢 那皇上他也知道吗 皇上认定 是十五阿哥下的毒啊 什么 十五阿哥 现场只有你们两个人 你是局外人 不会下毒的 所以啊 现在 宫中上下都说是十五阿哥下的毒啊 周阿哥他不会干这种事的 人家说他有动机啊 两个人夺太子 一个死了 太子就是另一个人的了 哎呀 十五阿哥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那怎么办呀 那怎么办呀 舅老爷 哎呀 我跑到皇上那解释 皇上当面质问我 那不是永远干的 就是花椒干的啦 我也没有下毒啊 是啊 十五阿哥也跑到皇上那去了 而且呀 他用自己的性命担保 不是以下的毒 可这样一来呀 是越苗越黑呀 他越干保 皇上就越认为 他是贼汉捉贼呀 哎呦 现在 皇上对十五阿哥 一点也不相信了 舅老爷 您快想想办法 我有什么办法呀 我当时又没在现场 如果说 当时我在现场 我就会承认 是我下的毒 以此 来为十五阿哥 喜庆冤情 可惜 我当时没在现场啊 我现在 就是说出大天来 皇上也不会信我的呀 不过花椒姑娘 你放心 十五阿哥说了 他会承担一切罪责 即便不做太子 也要保住你呀 多打电我 小惯责 我 configisz 我 你 徒 你 我 你 永远找到了吗 回皇上 回皇上 是我阿哥已经回来了 就在城外 可是何大人下令 不许开城门 何爱卿 国有此事吗 回皇上 确有此事 皇上面前 亮你也不敢抵赖 何爱卿 朕是怎么向你交代的 皇上命奴才 把师傅阿哥找回来 那既然他回来了 你为什么不让他进城呢 皇上问你话呢 何大人 皇上 奴才这么做 实有苦衷啊 有苦衷 那朕倒想听听 何爱卿你有什么苦衷啊 讲 皇上 师傅阿哥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不是一个人 还有谁啊 傅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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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十五阿哥带傅康安回来 怎么了 那就不能进城了 皇上 傅康安 私自进城 那就算 违抗军令啊 皇上 十五阿哥找傅康安回来 无非是想救花椒啊 那傅将云又不是带兵回来造反 何大人 你凭什么不让他们进城啊 回皇上 一个将军抛弃自己的大军私自进城 这件事应该按军法处置啊 当然 傅将军是年轻气盛 一时激愤要救花椒 其意气可敬可配 其行为大错特错 就是有天大的错 也让他们回来再说呀 你把他们关在城外这算什么呀 郭军爷 我再回皇上的话 我 回皇上 奴才是这么想的 那扶将军不能进城的话 他就不算违抗军令 那 他这个将军 就保住了 奴才 正是为了保住这个大清栋梁 才 斗胆这样做的 请皇上 务必体谅 皇上 受奴才多罪 何大人 皇上可是叫你 把十五阿哥找回来呀 皇上 奴才 实在是不敢执行这样的旨意 如有冒犯追处 请皇上 至罪 又才 罪该万死 何爱卿一片苦心 何罪之有啊 平身 谢皇上 皇上 朕是爱子心切 何爱卿却深谋远虑 何爱卿 你比朕想的多 皇上 十五阿哥还在城外呢 您不能坐视不管呢 传朕旨意 不准开城 遵旨 皇上 三十五阿哥 札 是 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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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